你好,欢迎收看5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新科议员中肃镇4号上午首次进行县镇总质询 而对于918震灾以及泥沙台风造成的南区乡镇农路严重受损 向农业处长陈淑文提出质询 而中肃镇指出水稻收割季节即将来临 但是损坏的农路大多至今仍未动工修复 而陈淑文回应了农路修复工程目前陆续发报中 新科议员中肃镇在咨询时表示 目前已接近花莲南区水稻割稻期 他也表示许多农民都向他澄清 水稻割稻期间运输的道路将会影响农民在运输的过程中的难度 现在要割稻我们做了变桥了 因为我们轮廉大桥在县长这样的监督之下 我们必须要在这两年来必须要做好它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变道让我们农 浊西乡的乡民跟富里乡乡乡民能够走这个变道是安全性的 是现在他们的便利使用的一个变道 那现在割道起来了 我们那一条路没办法汇车只有 只有那一条路可以供 我们农民走而已嘛剩那一条 那我们农民有特别跟我提醒了说旁边有一条变道 是不是能够让他们在 在把它整地整好就好 我不是要你去拓宽它 我也不是要你用花多少的钱来做好它 结果你推荐我说那个不已因为没有要用到 因为我已经有变道 我是因为说因地自已自把 原本那个地方是所使用的人他最了解最能 最心理最的诉求上是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农民着想为农民想想 中树镇议员也对于玉里镇大同路附近的台铁宿舍 22栋宿舍在大火之后毁损了6栋 对文化局文资科目前是否有修散的计划 以及未来是否能够成为玉里镇的文创基地进行咨询 文化局会把它列为文资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去看过 有去探访过了 它已经达到了我们文资的条件 所以我们那个宿舍几乎全部都是变成历史的一个 日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资馆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造就成 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创创意产业的一个商圈 让很多的文创者或者年轻人能够进驻在那边 作为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 尤其是观光客来到搭火车 他也可以去逛逛我们这样的文资 那么就近的去走趟我们这样一个文资场地 这样不是带动我们的观光特色的景点吗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记者林杰花铃市采访报道